中国古代 预言故事 民主断案 三国时期 吴国的主公孙亮是位机敏聪慧之人 中将官对他接心服口服 有一次 孙亮想吃蜜剑梅子 下令派宋门官去取 宋门官答应一声便去库房取蜜剑梅 隔了好长时间方才取来 孙亮有些不愿 问宋门官 怎么去了这么久 宋门官急忙答道 是管库房的库吏弄不清楚蜜剑梅放在什么地方了 才耽误了许多功夫 孙亮心中更加不高兴 带他取梅子来吃时 竟发现其中有一颗鼠粪 孙亮气得拍安而起 怒喝道 这是怎么回事 宋门官急忙跪下 连连叩头道 主公息怒 这不关小人的事 一定是库吏独指所致 思这样不懂规矩的人 一定要严惩才是 孙亮让他去将那位库吏找来 那位库吏到了主公府 吓得浑身打颤 不知如何是好 孙亮对库吏说 刚才宋门官去你那取蜜剑梅 怎么那么长时间 你身为库吏 竟连库房内物品存放地点都不清楚 难道不是失职吗 库吏连连摇头 冤枉啊 主公 库内一切物品存放位置 我不仅记在眼里 而且记在心上 主公不幸可靠靠我 蒙上双眼 我也可以一一指出每件东西的位置 孙亮见他如此说 便又问道 那么 这蜜剑梅中有鼠粪你知道吗 你怎么会如此粗心大意 主公 这万万不会的 我刚才给宋门官时 看得仔细 蜜剑梅中 绝无鼠粪之类的脏东西 宋门官兼库吏如此说 便一口咬定 从他手里接过时就有了鼠粪 孙亮见他俩各执一词 便对宋门官说 去将鼠粪拿过来 我来断断这个案子 宋门官取过鼠粪 孙亮让他剖开 此刻 众人围观上来 看孙亮如何判案 孙亮看了剖开他鼠粪 怒指宋门官道 你为了陷害库吏 竟想出如此卑劣的伎俩 鼠粪若早在蜜中浸泡 定是湿软的 这鼠粪外湿内干 定是你放的 我来看 我来看